就是這句台詞為大家打開一道全新大門 開發未知領域 泰國BL劇獨特之處盛在故事多元 吸引大批影迷入場觀賞 我覺得他們倆是真的在一起 但形光幕上不用在一起也行 他們的感情一直都在 不會遇見他們 所以不要緊的 Baby for Apple 故事純粹虛構老是常出現 DL劇上出現的校園情節 某程度反映青少年的真實情況 是否認識自己的身分認同 而同志青少年的關係 首先要建立自己的身分認同 而同志青少年的身分認同 是被同志的身分認同建立 但他們是否認識 看到這些理論 是否用在自己身上 是否認識自己等等 又是另一個課題 而主流的學校或社福機構 能不能夠給他們服務呢 我猜是有一定的難度 其實我們經常都說 我們分開了幾次的 社工都很難去做一些很倡議的工作 因為他們只是做驗血便驗血 我帶支援群組便是支援群組 或者我是男同志 女同志、跨性別、同志的父母 就未必關我事了 很有趣他們都想找我們 因為我已經出了名字 我是撐童的 可能他們已經叫了很多不同的機構 最後都想聽聽我們的意見 我們相信上帝創造是多元的 大部份反同的教會相信二元 不是相信多元 這個就已經很不同了 在思想上不同 如何看聖經都不同 如何看神本身都不同 教會的進步是不快的 是要讓社會的進步 去逼到教會進步 教會是一個最慢改變的機構 社會進步迫使教會進步 就由人類基本需求的食體起 是一種不同主教會進步 原因是我主教會上持電視 混在 Bethany Biare 我給SNW的 我會有聚在 有些華人可 Add 不是在父母 较一間 Singing 大概在2018年,酒店就進行了一個rebrand 看看怎樣可以不是追求利潤 酒店其中一個就是想平衡我們的三重底線 Hospitality這件事,怎樣令到人奔志如歸 其實你也是希望會歡迎我們的大門 給所有不同來自文化背景的朋友 不會只會被社會上大眾所接受的朋友 而是想在這裏展現一種包容性和多元性 我們都不會只專注在性小眾這件事 並且想做到一個你所說的大台中 對我們來說比較著重的是 怎樣通過一些文化的軟實力活動 去幫助社會去接納這些小數的群體 同樣身為文化軟實力 DL劇又能不能幫同志平權呢? 有,有增加,絕對有增加 大叔的愛是說同志的電影來說 是很正面的 大部分人都看過,不看過都聽過都會說 宣傳是多了,是多了人知道的 接納也好像是多了 但是一說到自己的家人是,就會困難了 如果你可以想像香港 我和學生和同學說 我暗暖了班裏面的男同學 暗暖了班裏班的男同學 他們第一個反暖 當然不是幫我想辦法追求男生 但在這些劇就是這樣 回到家裏和媽媽說 媽媽都是,你今天和男朋友去街,去哪裏很開心 她媽媽在現實生活中有嗎? 好像不會的 她好像放一跳過做一個 我們在香港一定要跳過 一定要超越的一塊東西 你先天還是後天? 為何你喜歡男人? 這樣是不是變態? 她不是都要處理這塊東西嗎? 那個差異是可能很強調 非議員的想像 即是公同受LGBT的群體 都很強調非議員的想像 以至於可能是 不會認同自己是任何身份的想像 又或者我可以犯某種性別 犯某種性傾向的身份的時候 我覺得這種想像 有一點限制了大家如何看性別的開放 以至於性別的多元 只是建議看的觀眾 你要多一層回到現實中了解更多 同志亦都知道 那個是我們一個烏托邦 我們是可以向著這個方向去 每人的平權路都不簡單 走出一步都是在冒險 都會擔驚受怕,會被人拒絕 會不會被人歧視 然後帶來傷害 但如果你不走那一步 你就永遠都是站在這個位置 現實世界同性伴侶 生活不一定和劇中美滿 接納自己 已經用了三十年的時間 三十年的時間 基於我要面對社會 加在我身上的期望 或者是那種的價值觀 每一段關係都要想想 是不是真的要出櫃呢 要先說謊言 同性戀或者跨性別 他在主流的社會文化底下 怎樣被壓迫 或者是必然化了底下 產生的一些次文化 用批判用什麼呢 但是要明白 要同理就難了 那可以怪誰呢 是不是真的 只是那個人的責任 還是其實社會都有責任 如果我們的性教育 或者性別平等教育做得好些 在我們這代 或者爸爸媽媽的年代 或者打後的人 在讀中學、讀大學、讀小學的時候 都有知道這個社會是多元 即是不同性侵項 不同性別認同的人是怎樣的 那這些家長 當他發現子女是同性戀的時候 他就不需要太過驚訝 由你知道的子女是同性戀那一刻 或者你猜到她是那一刻 其實你就應該去了解多些 去拿多些正面、全面的資訊 然後看看有些什麼可以幫到他 去陪伴他 然後你去理解一下他 他都不想是這樣 我經常說如果我們可以選 誰人喜歡選一條難走的路 但不能選 正所謂人生如棄 如果現實生活可以時光倒流 又想回到哪裡 做些什麼 而且創作經濟的記憶 所以他就做了 身體的事情 但他卻不能做了 所以他就被採設長的事情 然後他就被採設長 然後他就去睡覺 寡廠房間 他就被採設中 他拿來自家人 因為他身為自家人 他又被採設的事 他就被採設所 甚至他被採設為 但是现实生活不能够时光倒流 眼见BLCAT推陈出身 一般演员又怎样看BLCAT 怎样推动统治平权呢 我们以致有10 匹立 试园 并不是为哪个女生 今的周园它还没希望来持续了 并不会保持续今的愿意 有很大的愿意 由于哪个余方的愿意 我认为了各个正当地感染 女生在各国的愿意 并不会有漫漫的 香港的愿意 如果他們是City-wide的角色 就像是個阻礙給各位LGBTQ+. City-wide的角色是K,LGBT 會讓我們看到的角色 在某個角色的角色 我們可以看到的角色 我希望大家能够做到的事情 我必须能更加深入 我会更加深入 能够更加深入 而能够更加深入 我能够做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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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必须要是有的事情 比例是大家不要上班 就得到兇 随意是人们是朋友 当兇他是平台 他也不能存在 过来 有意义 因为他 未能有空 可是我们可能会变变 变变 Cilie Wine 就是词曲 要词曲 泰国第三电视台今年年初 制作第一部DL剧集 剧中提到 6月15日的时候 泰国国会在泰国政府的强力反对之下 四项有关同性婚姻法案 仍然全数一读通过 争取了同性婚姻 不代表歧视不再发生 因此姓小众这个研究 希望大家可以成为Shippers 登上这首叫平拳的船 虽然船船走了三十多年 不知道是否鬼船 会否沉船 只要坚定信念 不一定成为Captain 就能够徐风扬帆 同心学恨